自立对加沙走廊发起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当地有超过29000人丧生 其中大多是妇女和孩童 另外根据很多中东局势观察家的看法 中共与伊朗政权一直有着秘密合作关系 伊朗在野门、叙利亚、伊拉克进行的战争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共 但是直到最近才被中英秘密协议证实 这份协议内容广泛包括中共在未来25年内将伊朗提供高达4000亿美元投资 从而确保伊朗的经济不会崩溃 还能够继续挑战美欧在中东地区进行长期战争 这份协议得罪了与伊朗作战的中东逊尼派国家 特别是沙特等海湾国家 还有约旦 这些国家一直以为再多投入些资金、军队、武器 就可以打垮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武装 特别是野门的胡塞武装、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 看到这份协议他们才明白 原来中共才是他们的死敌 伊朗阿虹政权40年来一直肆无忌惮地宣称 他们将用任何手段 尤其是核武器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 按照对等法则 早已拥有百枚核武器的以色列 完全可以先发制人 用十来颗核弹炸死几百万伊朗军警和阿虹政权支持者 彻底摧毁伊朗研制核武器的能力 但是在美欧的制约下 以色列只能偷偷摧毁伊朗的核设施 现在知道中共将不遗余力地支持伊朗发展核武器 以色列弄不可遏 毕竟每次轰炸伊朗设施 以色列空军既有风险 又要付长途分析的代价 除了得罪中东大部分国家之外 中英秘密协议让美欧意识到 他们与中共的矛盾是不可调节的死结 因为中共已经表明了 与人类文明世界为敌的明确意志 不惜在中国自己的本土经济摇摇欲坠之时 花4000亿美元立体伊朗 因此最近美国英国制裁中共的措施越来越多 而且正在酝酿更严厉地围抹中共的措施 英美的航母舰队都正在向南海集结 随时准备给与中共军队毁灭性打击 中英秘密协议还深深伤害了中共的老朋友俄罗斯 因为谋求任职到2036年的普京 最大的担忧就是俄罗斯经济不断下滑 而最终崩溃 俄罗斯虽然资源很多 但是近期能卖到钱的也就是石油 而只有卖给中共的高价石油 俄罗斯才能赚大钱 中共转而购买大量伊朗石油 显然是要掐普京的脖子 中共甚至还要派解放军驻扎伊朗 与伊朗结盟与全世界为敌 外界认为环顾全球能够统一意志协议 就得罪了全世界的 恐怕也仅有愚昧隐瞒的中共统治集团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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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